看到恶龙般的炼狱兽出现 韩森等人都是脸色一变 意识到炼狱兽的眼花更近了一步 韩森斩断疯长的手臂已经有些不此失彼 哪里还有余力去应付 龙女他们也知道这次只怕是在劫难逃 虽然都使用了自己的力量想要阻止炼狱兽 可是他们的力量对于炼狱兽根本没有用 韩森微微皱眉 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准备变身超级地灵 却突然听到轰隆一声 一个巨大的身影破空而来 那个巨人般的王者 落在了他们的身前 手中巨锤砸在那炼狱兽头颅之上 硬生生把炼狱兽的身体砸爆 走 巨人砸爆了炼狱兽 身上神光如玉 举步再次走进了神光之内 那一声走 想来是对韩森他们说的 韩森等人大喜 连忙跟着那巨人王者 走入了加纳女神的神光之内 走在巨人王者身边 有他身上那如微如玉的光滑壁壶 让韩森他们得以不被加纳女神的神光压迫 巨人王 你不来破除神光 带他们进来做什么 一个用枪的王者冷喝 巨人王者身弱雷霆 这几个小家伙竟然能够在 炼狱天国之中支撑这么久 更是能够斩断地狱之势 也许会有些用处 万一那两个加纳族的精血不足 也可以拿他们顶一顶 你想太多了 这两个加纳族的精血之所以有用 那是他们有加纳女神的血脉 他们几个连加纳族都不是 能有什么用 用枪的王者一边挥舞手中长枪 神光一次次发动穿刺 一边对巨人王者说道 有总好过没有 巨人王者却不在意 一锤又轰击在了裂痕之上 强大的力量轰击的空间与神光崩碎 另站在他身边的韩森等人 差点被震翻在地 好在巨人王者身上涌出的力量 护持着他们 否则只是这一锤的波动 就能够把他们震得粉身碎 我还以为他真的这么好心救我们 原来是另有损 王宇航一脸郁闷 无论如何 总好过刚才就被杀死 韩森却是一脸不在意 一剂剂恐怖的力量轰击在神光之上 令通道越来越深 吴娜和古雅的鲜血染在通道壁之上 令后续神光难以透入通道 六位王者不停地轰击神光通道 而在神光之外 无数的妖翼手臂扭曲如毒蛇 地头头炼狱兽也冲到了神光之外 他们踏不进神光之中 却是围在外面对着里面的 韩森等人愤怒咆哮 开始还只是一条条恶龙般的炼狱兽 在外面咆哮 到了后来 各种恐怖的炼狱兽 天上地下无处不在 有远古凶兽 有上古凶情 一条条真龙般的炼狱兽 更是横空盘旋 仿佛一口就可以把韩森他们全部吞下 韩森还看到了 在那众多的恐怖炼狱生物之中 还有如同天使一般的存在 只是那生物却是通体黑色 连双翼也是黑色 散发着浓重的炼狱气息 如今韩森他们就像是在一个 透明金色大碗内的渺小存在 一旦透明大碗破碎 任意一只炼狱巨兽都能够一口吞掉它们 有些心惊胆战 突然听到一声炸响 只见金色的光滑碎屑在巨垂之下飞散 竟然是通到最后的一层神光 被巨人王者那毁天灭地的巨垂砸碎 露出了黄金加纳女神像的本体 通到胎口处的位置 正是黄金加纳女神像的蛇尾伤痕处 古纳和古雅都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全身的血液已经失去十之六七 能够坚持到现在还没有死去 一来是家内族的体质确实强大 还有就是翼佛王在强行维持他们的生命 怕他们死了之后 本元金屑会失去作用 轰道一开 那头巨兽王者就向着裂痕处冲了过去 他的庞大身体在冲向通道之时 就已经缓缓缩起 眨眼间就冲入了裂痕处的扭曲空间之内 金玉王和翼佛王几乎是同时冲向了裂痕处 一前一后进入了其中 翼佛王冲进去的时候 依然还是抓着普纳和古雅 剩下的王者也都向着裂痕处冲去 韩森和冰鸟公爵他们也跟着巨人王者往前冲 巨人王者也暂时收敛了身体 钻进了那个裂痕之内 韩森他们最后才得以靠近女神像尾巴上的裂痕 好在通道内被鲜血染红 没有神光压迫 他们鱼贯钻进了裂痕之内 裂痕处空间扭曲 韩森钻入其中 感觉就像使用空间传送装置一般 只感觉空间一阵模糊 随后眼前的景色大变 如海一般的白云 一座座建立在云海之上的华丽宫殿 还有许多在云海之上生长的巨大植物 美丽的鲜花随着微风飘动 简直就像是神话传说中众神居住的天国 韩森他们出现的位置 是在宫殿前的广场之上 还可以看到广场中心有金色的喷泉涌动 四周的一切都美得难以形容 可是在这天堂一般的地方 韩森却是脸色一变 在进入这里的岔满 他发现自己身上的力量完全消失无踪 一点一滴也感觉不到 就好像是变成了完全没有力量的普通人一般 韩森目光四望 剑冰鸟公爵他们也是一样 脸上都露出惊骇之色 而且不只是他们 连巨人王者也是一脸的亥然 其他几个王者的脸色一样非常的不好看 原本被异佛王控制着的古纳和古雅 此事已经恢复了自由 异佛王打出的佛光早已经消失无踪 欢迎你们来到天国 加纳人的天国 古纳和古雅相互扶持着战情 脸上满是恨意 他们确实有怨恨的资格 加纳族被当成奴隶拍卖 之前他们又被强行抽取精绪 唤谁都会恨极了他们 看到古纳和古雅一脸得意的表情 韩森暗叫不妙 看起来这里并不是出去的路 此时金色的喷泉之中涌出一丝丝的金色光滑 那些金色光滑似是泉水般落在古纳和古雅身上 快速修复着他们身上的伤痕 令他们身上的伤口快速愈合 不只是伤口 韩森可以明显感觉到 古纳和古雅身上的生机也在快速恢复 那头巨兽王者看到这一幕 立刻冲到喷泉前 把爪子伸进了泉水之中 想要利用泉水恢复自身的力量 可下一秒 巨兽王者惨叫一声 被泉水凝的爪子被腐蚀的皮开肉绽 那些对于古纳和古雅有极大好处的泉水 到了巨兽王者身上 却变成了要命的东西 古雅冷冷地看着巨兽王者 我说过了 这里是加纳人的天国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这里却是炼狱 在这里 只有加纳人才能够使用力量 而且获得无限神力加持 几乎就是不死之身 而你们 却会被剥夺所有的力量 成为最普通的生育 顿了顿 古雅倾笑着又说了一句 这还要多谢你 否则就算我们拥有加纳女神血脉 也破不开神光走进这里 难道这里就是传说中 炼狱天国的天国 一佛王皱眉问道 不错 外面为炼狱 这里就是天国 古雅也不隐瞒 据说天国只是在云端之上 怎么会在这里 那一道裂痕 明明就是外力展开 金玉王不敢置信地问道 云端之上有天国 那不过就是外界 对于炼狱天国的误传而已 外面的金云 不过就是通往天国 也就是通往炼狱女神 向内部的通道而已 那些金云不会杀人 但是在天国之内 却可以杀人 只要有力量就可以 古雅说着 一拳轰在了巨兽王者的头颅之上 强大无比的巨兽王者 被古雅一拳砸得飞了出去 身体在地上打了好几个骨 才撞在了宫殿的墙壁之上 张口就喷出一口鲜血 巨兽王者愤怒地咆哮起身 他堂堂王者之身 哪里受过这种屈辱 起身就想要再站 可是还没有等他站起来 古雅就又是一拳轰在了他的脸上 再次把他砸飞了出去 直接落入了云海之中 古雅没有动手 走进了泉水对面的宫殿 不一会儿攻击 就看到云海翻头 红曼云海之中 升起了一团又一团的云气 每一团云气都仿佛是牢笼一般 混着许多的生物 其中就包括刚刚掉入云海中的巨兽王者 那些云气显然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支配 把所有的迦奈人都送到了广场之上 古雅解除了对于迦奈人的禁锢 那些迦奈人也是一脸的惊喜 纷纷向着古雅跪拜行礼 口中说着寒森他们听不懂的迦奈人 把他们都丢进云海 这些家伙都该死 古雅指着一众王者恨声说道 那些迦奈人顿时向着金玉王他们冲了过去 金玉王他们现在连基因战甲都无法使用 普通人都不如 力量彻底被禁锢 纵然有万般进 但是力量和速度的差距太大 很快就被众多的迦奈人打下了云海 我们是自己人 有迦奈人向着韩森他们这边冲了过来 想要把他们也打下云海 王与航连忙叫了起来 还对着古雅挥手叫道 古雅 我们对你可没有恶意 而且还共患难过 怎么也算是朋友吧 古雅看了王与航一眼 随后又看了看韩森恨声道 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都给我丢下去 韩森知道自己之前强行绑架了古雅 古雅对他肯定心中十分的不满 哪里有可能会把他当朋友 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 王与航看到那些家内人又冲了上来 只得往后退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别等人家动手了 我们自己跳吧 韩森倒是干脆 直接跳进了云海之中 韩木尔和龙尼也跟着跳了下来 冰鸟公爵也不想被他们打下去 也跟着跳了下来 王与航眼看逃是逃不掉了 只得跟着跳了下来 不一会儿 韩森他们就从云海内扶了起来 不过都被囚禁在了云气之内 巨人王者和金玉王他们也是一样 在这家内人的天国之内 禁锢的力量非常可怕 除了家内族之外 连王级强者也无法幸免 恐怕只有神话级的强者 才能够打破这里的禁锢 古雅从宫殿中走了出来 他的手中握着一颗璀璨的金色宝石 虽然不知道那宝石到底是什么 却大概能够猜得出来 古雅就是依靠着那颗宝石的力量 才能够控制云气 韩森坐在云气之中 目光平静地打量着古雅他们 他可没有打算要束手待毙 正想着要如何处理现在的局面 在家内天国之中 除了家内族之外 一切的力量都被压制 连鬼牙刀这样的王器 现在都没有一丝气息 基因武装之类的 更是连召唤都召唤不出来 但是韩森身上却还有一件东西 没有受到天国力量的压制 韩森握着手中的刀胚 红石身体之中 有一股力量在缓缓地运作 除了刀胚之外 他的身体内也有一股力量 没有被天国的力量压制 古纳和古雅来到了宫殿的边缘 目光落在了云海之中 被囚禁的生物身上 眼神都十分的冰冷 似有杀意在其中涌动 古雅的目光落在了义佛王身上 囚禁卓义佛王的云气 顿时从云海上飞了起来 落在了古雅面前 是你抓走了组长他们 古雅冷冷地盯着义佛王问道 阿弥陀佛 本王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义佛王垂眉宣着佛号回道 古雅盯着义佛王继续说道 卡奥族有多大的本事我很清楚 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们 再借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背叛我们迦南族 阿弥陀佛 这与本王又有什么关系 义佛王拒不承认 你以为 你们佛族的一面公爵 与卡奥族首领私下里见面的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吗 古雅脸上带着一丝愤怒 如果族长肯听我一言 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 说你把族长他们抓去哪里 韩森等人这才明白 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 比较强一些的迦南人 从拍卖会开始到现在 他们看到的迦南族 最高也就是紫爵 传说中的那位公爵及族长 一直没有出现 连个伯爵都没有 原来是早已经被义佛王给带走了 想来义佛王与卡奥族搞的这个拍卖会 只是用来拖住其他种族 好让他们能够顺利 把迦南族的真正大人物带走 可是没想到阴沟里面翻了船 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自然不能怪义佛王 谁也想不到 迦南女神的神话之气 竟然会在这一支叛离的迦南人手里 而且还被光明正大的放在了迦南神像之中 阿弥陀佛 只要你放了本王 本王可以保证你们一族的安全 还让你们可以重新团聚 异佛王最终还是承认了迦南族长 确实在他手里 并且以此要挟独亚他 可是谁知道异佛王的话才说完 独亚就拔出了一柄金色的弯道 一刀斩在了异佛王的脑袋之上 一位强大的王级强者 竟然就这样被斩首 异佛王的脑袋滚落在地上 眼睛瞪大到了极点 死也不敢相信 伍雅竟然一句话都不说 就斩下了他的脑袋 其他几位王者都是心中震惊 伍雅的果决狠拉令他们心惊 伍雅一言不合 干脆利落就斩杀了异佛王 古纳健壮有些担忧 姐 你杀了异佛王 族长他们怎么办 伍雅却是一脸淡漠 无论我杀不杀他 族长他们都不可能再回来 不过你放心 族长他们不会有生命之忧 就算是当奴隶也好 佛族也不会杀他们 那些王公贵族都是沉默不语 古雅说的一点都没错 他们根本没有救人的能力 如果妄想救人的话 一旦离开了炼狱天国 只要让异佛王找到一点机会 他们不但就不了族长 反而会沦为同样的下场 虽然这一点大家都亲近 可是关系到自己的亲人 一个少女竟然能够有这样果决的手段 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 古雅一刀斩了异佛王 就是绝了族人的所有念头 免得被异佛王所获 同时也算是为自己的族人报仇 当古雅的目光再次看向云海的时候 那些被困着的王公贵族都是心中一惊 古雅的目光投到了韩森身上 意念一动 囚禁着韩森的云气顿时飞到了他的面前 众人都是一愣 谁也没有想到 古雅第二个要收拾的人竟然会是韩森 古雅你干什么 怎么说我们也算是曾经共患难 我们也没有抽你们的血 也没有逼你们做什么 你不去杀那些抽你们精血开路的家 对付老韩干什么 王宇航教导 古雅却没有理他 你欺负古雅的这笔账该怎么算 你说应该怎么算 韩森坐在云气之中反问道 看在你并没有真的伤了古雅的份上 而且又曾经与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我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古雅看了古雅一眼才又对韩森说道 那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换到这个活命的机会呢 韩森自然不相信 古雅会轻易放过他 杀了他们 你就是我们的同伴 古雅的手指一一从巨人等五位王者划过 剩下五位王者顿时都被云气带了过来 落在了韩森旁边 好主意 我杀了那么多王者 就等于适合他们一族为敌 而且其中还有瑞贝特族的王 连刀锋女皇都不会保护 有这个把柄在你们手里 我以后就只能卖命为你们做事 否则你们就把事情捅出去 到时候我就是宇宙公敌 韩森淡淡地说道 那你杀还是不杀 古雅看着韩森淡然问道 杀 为什么不杀 反正他们又不是我亲戚 没道理为了他们的命 吸收我们自己的命对不对 韩森耸耸肩膀 好 那就用这个砍下他们的脑袋 以后你就是我们加奈族的好朋友 古雅把那柄金色弯刀抛给了韩森 巨猿王者和金玉王他们被云气束缚者 根本连动都不能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森拎着变刀走过来 韩森 你敢杀我 难道你想背叛刀锋女王和瑞贝特族吗 金玉王冷喝 好像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瑞贝特族吧 否则你逃走的时候 怎么不带上我 现在又来说什么背叛 不觉得有些可笑吗 韩森拿着弯刀在金玉王脑袋上比划了一下 金玉王顿时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不过韩森并没有斩下去 拎着刀又走到了巨人王者的面前 你之前说什么来着 古雅他们的血不够用 就拿我们的血凑数 我杀你应该没什么毛病吧 要杀就杀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呢 巨人王者冷哼 韩森还是没有出刀 拎着刀从五个王者身边一一走过 随后转过身来看着古雅 这可是五个王级强者 杀了怪可惜的 还是留着玩吧 不杀他们 你和你的那些朋友就要死 古雅一脸冷然 我们就更不能死了 韩森笑道 那可由不得你 这里我说了算 古雅冷哼 韩森却是不在意 把金色弯刀抛还给了古雅 从现在开始 这里我说了算 你和古雅就当我的秘书吧 以后帮我好好打理这里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古雅和古雅 还有所有的家内人 甚至是金玉王等王宫贵族 看韩森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你说了算 你没病吧 古雅撇了撇小嘴 古雅双眼盯着韩森 韩森 你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所以我才会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成为家内族的朋友 希望你不要自悟 这里是猎狱天国 除非是神话强者降临 否则没有人能够在这里违抗我的意志 逆佛王就是最好的榜了 难道你想像他一样 韩森微微点头 我也觉得你是人才 所以想要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和古雅做我秘书 希望你不要自悟 这个混蛋真是疯了 先把他抓起来 古雅命令家内人去抓韩森 古雅利用那颗宝石能够控制云气 不过看起来生物 必须要先落入云海之中才可以 刚才古雅让韩森斩杀那些王者 就解去了他身上的云气 这时候再想控制他 就只能把他再次打入云海 几个家内族的子觉 向着韩森冲了过来 想要抓住韩森 被云气囚禁着的王公贵族 都看着韩森 不知道韩森到底想干什么 在这里与家内人对抗 即便是王者也不行 没有神话强者控制的神话之气 依然是强大无比的存在 连王者也不能与之抗衡 更何况是韩森一个男爵 冰鸟公爵也不知道 韩森到底打了什么主意 明明杀了那些王者 他们就可以保住性命 韩森却偏偏没有那么做 不过冰鸟公爵并不认为韩森疯了 韩森在这段时间以来 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表现 虽然冰鸟公爵觉得 韩森在天国内 不太可能有反抗的能力 不过心中还是有一点点莫名的期待 眼看着几个子爵已经冲了上来 韩森神色不动 缓缓地拔出了刀胚 那几个加纳子爵对此却并不怎么在意 无论是生物也好 异宝也罢 在天国之中都是发挥不出力量 一股恐怖的意志从韩森身上席卷而出 一刹那间仿佛撕裂了天地 如同一头洪荒猛兽般冲销而起 俯视着整个天国 牙刀刀意 金玉王和冰鸟公爵几乎同时惊叫出声 瑞贝特族的牙刀举世闻名 能够练出绝牙之力的人已经屈之可使 能够凝聚出牙刀刀意的更是少之幼神 韩森一个外族 能够练出绝牙之力已经非常惊人 竟然还凝聚出了牙刀刀意 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但是这并不是重点 别说是牙刀刀意 任何意志在天国之中 都会被神话之气的意志压制 金玉王等王者 任何一个都拥有强大的意志 可是在天国之内 他们的意志根本无法释放出体外 现在韩森的刀意竟然能够破体而出 不受到神话之气炼狱天国的压制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韩森的刀意已经达到了与炼狱天国同等的水准 只有如此才会不受压制 可是韩森仅仅只是一个男爵而已 怎么可能会拥有那样的刀意呢 一时间所有王公贵族都为之惊骇莫名 甚至有人心中生出 韩森是一个神话级强者的荒谬念头 除了神话强者 谁又能在炼狱天国之内爆发出这样强大的刀意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才练了多久牙刀 怎么可能凝聚出牙刀刀意 这刀意比女皇陛下的似乎还要强大一些 冰鸟公爵眼神晃动 满是不敢相信之色 可是韩森身上的刀意确实如同洪荒猛兽一般 那些扑向他的加纳子爵一个个骇然后退 脸色一片煞白 神话级的刀意 又是那等凶狠之极的刀意 仅仅只是意念就几乎令他们心灵崩溃 古雅和古纳也是一脸惊骇地看着韩森 那样的刀意 已经难以用言语形容 难道他是神话强者 古纳惊骇道 不可能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拥有那样的刀意 不过他绝对不会是神话强者 都愣着干什么 抓住他 这里是加纳人的天国 我们受到天国的庇护 在这里我们几乎拥有不死之身 古雅虽然心神也有些被震慑 不过还是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命令那些加纳人再次扑向韩森 在天国之内 加纳人除非直接被杀死 否则身上的伤就会被天国内的力量快速修复 虽然不是真正的不死之身 却也差不了多少 看到加纳贵族汉不畏死地向自己扑过来 韩森轻轻一叹 我本不愿伤人 你们又何苦要逼我 韩森心中微微有些郁闷 他本来想要用牙刀刀意胡一胡给加纳人 可惜古雅这个女人太聪明 意志也太坚定 使得韩森的计划落空 刀意毕竟只是刀意 配合刀法和力量使用 有着神鬼莫测的能力 可是单纯的刀意却伤不了人 除了刀胚和神话极刀意之外 韩森身上的力量还是被压制着 胡雅根本不为所动 毕然命令加纳人冲向韩森 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使用B计划 韩森眼中闪烁起赤白的光滑 并且快速扩散 很快就笼罩了整个身体 飞色的短发瞬间被染白 并且快速生长 化为了一头赤白的长发 整个身体泛起了神一般的圣洁光辉 在赤白光焰的燃烧之下 都已经变得有些不真实起来 好像被烧红的铁块一般 呈现一种光辉的半透明状 宛若不朽的神奇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从韩森身上散发而出 并所有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可能自信地望着那神一般的躯体 他真的能够在天国之内使用力量 无那小脸上露出金融 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 那几个自觉已经冲到了韩森面前 一道道剑光刀芒凌空展向韩森 这时候他们也有些害怕 原本打算抓火的 现在却改成了剑光刀芒 只是那些剑光刀芒斩在韩森身上 却似斩在虚无之中 对韩森造不成半分伤害 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 如同神奇一般的韩森 家难人的力量打在韩森身上 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作用 韩森的身体似是真正的神灵一般 可以无视凡事间的一切伤害 冰鸟公爵呆地看着韩森 脑海之中一片空闷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一个非常可怕的秘密 冰鸟公爵是依莎的星子 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是依莎的朋友 依莎对他非常信任 有很多私人的事情也会说给他听 或者是诉苦之类的话 对他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依莎上次回来之后对冰鸟公爵说过 他去某种的时候吃了一个大亏 让他吃亏的男人是一个叫金利的家 依莎还让冰鸟公爵想办法打探金利的下落 虽然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可是金利的一些能力和特征 依莎还是知道 韩森现在所展现出的力量 和依莎的描述十分相似 而且依莎还不止一次的赞叹过这种力量 所以冰鸟公爵的印象十分深刻 韩森就是金利 这实在太可怕了 冰鸟公爵只感觉全身一片冰了 冷汗不停地在往外冒 依莎唯一的弟子 而且还是非常看重的弟子 竟然是依莎最痛恨的敌人 想想都让冰鸟公爵头皮发麻 看向韩森的眼神 简直就像是在看一个恶魔 韩森却没有时间在那里充当模特版姿势 变身为超级神灵之后 缓缓把鬼牙刀握在了手里 鬼牙刀之上顿时紫光大发 化为恶鬼光影缠绕于刀身之上 在超级神灵体之下 各系的异宝都能够被激发出力量 就像圣天使古剑一般 鬼牙刀也被韩森彻底释放出了他的力量 鬼牙刀的力量配合上韩森的神话集刀意 韩森手中的刀还没有挥出 胡雅和古那等加纳人都已经面无人色 韩森竟然能够在炼狱天国之内爆发出这么可怕的力量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他就是神话强者 只有神话强者才能够在天国之内爆发出这样可怕的力量 想到他们再和一个神话集的强者为敌 所有加纳人就感觉心中绝望到了极点 一个个面如死灰 再无半点人色 胡雅的神色为最惨白 虽然他靠着那颗宝石 能够稍微控制炼狱天国 可他毕竟不是真正的神话强者 只是依靠着一丝加纳女神血脉而已 对于炼狱天国的掌控非常有限 根本无力反抗那样的强大力量 金玉王等被囚禁着的王宫贵族也都是惊意不定地看着韩森 特别是金玉王 他难以相信刀锋女皇收的弟子 竟然会是这样的恐怖强者 韩森拔出鬼牙刀 仰手一刀向着古纳和古雅斩过去 如同怪兽般的刀光带着恐怖的意志咆哮而去 仿佛连个空间都要撕裂吞噬 古纳和古雅面如死灰 其他的加纳人拼死想要去救他们 可是那刀光实在太快了 他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刀光已经斩过去 恐怖的刀光并没有斩中古纳和古雅 而是从他们中间一闪的骨 斩在了天权后方的宫队里 在强大的刀力之下 那宏伟的宫殿直接被从中间劈成了两半 这还没有理解 恐怖的绝崖之力在断成两半的宫殿之上蔓延 宛若一道道死黑色的恶鬼一般 残聚于宫殿之上 并整个宫殿都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当整个宫殿都被死黑色的气息笼罩之时 一下子崩裂开来 所有一切都化为了碎片 巨大的宫殿轰然倒塌 尘埃四溅 整个天国都随之阵战不止 所有人都心神俱正 惊骇地看着那神奇一般的男人 还有那被彻底摧毁的宫殿 一时间寂静无语 韩森随意地把鬼牙刀插回腰间 身上的赤白光辉也渐渐退去 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我看你是个人才 想要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和古纳做我的秘书 你觉得如何 几乎是相同的一句话 可是如今在由韩森口中说出 给人的感觉却和刚才完全不同了 巫雅神色变幻不定 看着淡然站在那里 身上没有半分强大气息的韩森 却感觉更加的高深莫测 几乎如同神明一般让人无法伏目 一咬牙 巫雅拉着面色煞白的古纳 隐隐败下 巫雅和古纳愿意终生追随大人 从此生死只在大人一面之间 只求大人给我的族人一条生路 韩森化身超级地灵状态 以绝牙之力将宫殿一分为二 震慑众人 成功将加纳一族收服 此时韩森坐在返程的飞船上 正在思索着一些令他有些头疼的事情 巫雅和古纳都已经沉浮 他们的生死都掌握在韩森手中 不怕他们再搞出什么事情 炼狱天国吞噬了屈炎心的所有生机之后 已经自动停止 巫雅和古纳利用那块宝石控制黄金加纳女神像 化为了一尊小小的黄金神像 被韩森放在包里面带了回来 而那些王公贵族和加内族依然还在天国里 韩森暂时没有打算要放他们出来 毕竟他们都看过自己变身超级神灵 绝对不能随便放他们出来 特别是冰鸟公爵 绝对不能再让他和依莎见面 但是冰鸟公爵回不去 韩森却要发愁怎么向依莎解释 如果他说冰鸟公爵是在屈炎心上消失了 那他自己为什么没事呢 若说他们当时不在屈炎心 那冰鸟公爵又怎么会消失呢 如何向依莎解释 让韩森感觉非常头疼 飞船还没有回到月之侠 就看到依莎的战舰迎了过来 韩森心里面咯噔了一下 知道依莎肯定是为了他和冰鸟公爵而来 冰鸟他们 刀锋号战舰之上 依莎盯着韩森问道 女王大人 我也不知道冰鸟公爵现在在哪里 韩森一脸哭笑 打算来得死不认证 反正屈炎心之上没有一个活口 活着的都被困在炼狱天国之中 只要不承认 谁也找不到证据 为什么你会不知道 冰鸟应该在你身边保护你 依莎声音虽然很平静 可是韩森依然能够感觉到 依莎的心情一点也不平静 如果一个回答不好 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韩森没有犹豫 立马解释 冰鸟公爵和我一起去了屈炎心 原本我打算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招募几个家内族 不过到了屈炎心之后 才发现根本没有机会 于是我就和冰鸟公爵分头行动 后来卡奥族反叛 抓了家内族拍卖 也给我们送了请贴 冰鸟公爵就去了拍卖会 我因为有其他目标想要招募 就没有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 依莎追问 后来我刚刚招募到他们 还没有回到飞船 屈炎心就突然被金色的云层包裹 地上还长出了许多诡异的手臂 再后来还出现了一些诡异的兽类 我和他们只好暂时躲在山洞中 与那些诡异的生物周旋 等了差不多一天时间 那些异兽 手臂和云层才消失不见 可我们回到飞船之后 就发现冰鸟公爵他们都不见了 整个屈炎心上的所有生物都不见了 韩森说的话九真一假 反正无论依莎信与不信 他都要硬撑下去 依莎看了看韩森 又看了韩帽 龙女和王宇航 最后目光又回到了韩森脸上 你是怎么对付那些异兽和手臂的 那些手臂很可怕 我们的力量打在上面根本没用 被他们抓到的话 就会直接拉入地下消失不见 那些异兽更为可怕 我们的力量大多对他们都无效 只有咒语和梦尔的力量 可以射杀那些异兽 韩森回道 你说咒语和他的力量 能够杀死猎狱兽 依莎咒没问答 是的 不过他们的力量 对那些手臂也没什么用处 我们能够支撑下来 还是靠着他 他能够斩断那些诡异手臂 韩森把刀胚抽出来 放到了依莎面前 依莎将性将疑地接过刀胚 手指俯过刀胚 一抹紫色的力量 从他手指上渗出 抹在了刀胚之上 只是那一抹紫色的力量 却没有能够透露刀胚 依莎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这刀胚竟然有了些许的神性 难怪能够斩断地狱之手 有了神性 是不是说它是神话之气 韩森心中一喜 依莎摇摇头 还算不上神话之气 最多也只能算是 神话之气的材料罢了 材料也好啊 以后能够铸成神话之气也一样 羽皇大人您快把刀胚收起来 等您铸成神刀 又晋升神话之境 到时候如虎添翼 必然可以明镇与众 韩森连忙献上自己的殷勤 你舍得把它给我吗 依莎把玩着刀胚 似笑非笑地看着韩森 哪有什么舍得舍不得 女皇大人您是我的师父 有句古话说得好 您好我也好 您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 女皇大人您的成就越高 我这个做弟子的就越光荣 别说是一把刀胚 如果我有神话之刀的话 也一定会献给女皇大人您用 您的日子过得好了 我这个当弟子的还能过苦日子不成 韩森一脸诚恳 依莎的眼神柔和了许多 把刀胚还给了韩森 你有这份心就好 不过这刀胚是刀坟之中所生 难以重新铸造 而且他的神性也太少了 不足以成就神话之气 我拿了也无大用 顿了顿 依莎又对韩森说道 我让人先送你回日识心 我还要去一趟屈颜辛 希望能够找到些线索 无论是谁害了兵女 这个仇 本女皇都一定会为兵鸟讨回来 兵鸟公爵是为了护送弟子才出事的 弟子和您一起去吧 韩森连忙表忠心 你就不用去了 还有你去过屈颜辛的事情 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否则后患无穷 依莎又叮嘱了韩森两句 就让人送他回月之侠 他则继续往屈颜辛而去 韩森回到日识心之后 才算是常常松了一口气 这一关总算是糊弄过去 就算依莎没有完全相信 只要他找不到证据 应该也不会针对自己 屈颜辛惊献于天国 面对依莎的询问 韩森咬死不知道怎么回事 成功将依莎忽悚住 此时回到日识心 韩森把含莎他们带回了基地 拿了很多一种基因给王宇航吃 让他快点凝聚基因战甲 稍微提升一下实力 虽然有侯爵集的一宝铠甲保命 不过韩森害怕他的实力太差 回头隔着铠甲都能被余波震死 那就有些太惨了 别的东西韩森没有 男爵集的一种基因还是很多的 没过几天时间 就把王宇航的男爵基因喂到了100点 王宇航直接就开始进化 很快凝聚出了一身黑色的基因战甲 可惜并没有能够二次进化 韩森只好拿了一颗万磁锅给他 让他完成了二次进化 成为了一名贵族男爵 小叔 你这基因武装有点厉害 韩森看着王宇航的基因武装 微微有些惊讶 王宇航的基因武装竟然是一辆黑色越野机车 看起来有点复古的样式 不过已经很惊人了 我早就知道 我王宇航天生就是主角的命 怎么样 雕炸天吧 以后有什么事找小叔 小叔罩着你 王宇航一脸得意 你这基因武装都有什么能力 韩森好奇地问道 那就厉害了 王宇航说着 发动了机车 快速地冲了出去 绕着基地转了一圈 又回到韩森面前 一脸骄傲 怎么样 快吧 也罢 够近吧 速度是还不错了 除了跑路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能力 韩森问道 可以撞人 王宇航底气稍微有那么一点不足 那就是没有什么攻击力了 那他还有别的什么辅助功能没有 比如能不能在水上跑 或者飞上天之类的 韩森又问道 大哥 这是机车呀 你说那是快艇和飞机吧 王宇航撇了撇嘴 韩森顿时有些郁闷 原来这机车和普通机车没啥分别 也就是能用来跑路 不过韩森想了想 觉得倒也适合王宇航 他只要能跑路的 用处已经足够了 而且以后基因武装晋升高级 说不定还能有些别的用处 依莎的屈颜辛之行 显然没有什么收获 各大势力都在寻找炼狱天国的下落 可是谁也没有限制 韩森本来想要带着王宇航 他们在探那片红霞山 不过依莎却叫他过去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韩森只好去见依莎 心里面还有些坦克 一路上都在回忆自己 有没有在屈颜辛留下什么破绽 可是想来想去 也没有想出头绪 再过一段时间 佛祖使节团就会到达月之辖 到时候会有一场交流会 如果你没有钥匙在身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依莎见到韩森 直接说出这次叫他回来的目的 韩森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原来不是为了屈颜辛和冰鸟公爵的事情 这下子他就安心了许多 与皇大人 佛祖到我们月之辖来干什么 交流会是什么性质 韩森想了想问道 依莎解释 瑞贝特族与佛祖一向交好 有着同盟之意 交流会主要是促进两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以及交流基因术等等 能够参加交流会都是族中精英 说到这里 依莎顿了顿才又继续说道 我们瑞贝特族一般都是由月下院的弟子 作为交流会的主要成员 你不是月下院的弟子 也可以去观摩一二 增长一些见闻 佛祖的基因术另辟其境自成一派 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 就算不能上场亲手印证 能够多些见识开阔眼界也好 是 女皇大人 弟子一定会去的 韩森虽然不知道那个交流会到底有什么好 不过依莎亲自叫他过来 专门叮嘱他去交流会 想来应该不会那么简单 不过依莎没有说 韩森也就没有多问 依莎提起佛祖 倒是让韩森想起了一件事情 一佛王被古牙斩杀之后 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东西 还有一本古卷 那古卷是佛祖文字 翻译之后 韩森才知道那古卷中记载的是一种 佛祖的基因术名为无量经 大概研究了一下 主体部分是进化法门 这对于韩森没有什么用 他没有兴趣再去修炼一门凝聚基因战甲的基因术 不过里面还有一些辅助的技巧 倒是颇为有趣 也有助于韩森对于佛祖的了解 至于那串佛珠 应该是等级很高的一本 只是韩森他们都没有办法使用 恐怕需要拥有佛祖血脉 或者是特殊属性的力量 才能够激发他的威力 依莎让韩森去看那个什么交流会 韩森就打算回去先研究一下无量经 也好对佛祖有个大概的了解 韩森回去之后 依莎拿起一本书独自观看 最近她的心情很不好 冰鸟公爵在屈炎心失踪 到现在是生死不知 而两族交流会的名额 虽然说往昔都是分配给月下院出来的弟子 可是如今月之霞十位王者 除了有两位王者没有弟子和后代以外 其他有者的弟子和后代都有份参与交流会 只有依莎的弟子没有名额只能旁观 自然让依莎的心情很不好 依莎让韩森去看交流会 虽然确实如他所说 想要让韩森开阔眼界增加一些见识 但是心中也存了一些别的想法 韩森没有名额 但是如果佛族的弟子指名挑战他刀锋女皇的弟子 那就不再此限了 韩森回到了基地之后 就叫上了王宇航等人一起前往了洪峡山谷 洪峡山谷内的洪峡越来越浓 如今在十几里外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宛若天边的火烧云一般 幸好这是在日式欣赏 外面的磁力风暴和漩涡太可怕 外界无人能够窥视 否则早就被人发现了 小叔 看你的了 来到了山谷外 韩森指着那山谷入口对王宇航说道 王宇航穿着那身喉绝铠甲 向韩森比了一个放心的手势 交给我吧 别的我不行 这个我在行 王宇航说着就召唤出了他的越野机车 骑在上面就向着山谷那边冲了过去 来转去 同时对着山谷里面大喊 里面的孙子听着 你家王爷爷在此 还不快灭磕头谢罪 难道还要等爷爷亲自进去灭了你不成 王宇航才在外面喊了几声 红侠之中一团如同赤焰烈火般的影子 突然冲了出来 一直地扑向了王宇航 王宇航一踩油门 驾驶着机车就跑 那速度在男爵级当中也算是顶级了 可是相比较那团赤焰烈火般的影子 那就慢了许多 才刚刚冲出去没经理雨 就被那赤影扑到了身上 只见砰的一声 王宇航连同他的机车一起摔了出去 一下子飞出去十几米 还在地上滚了不知道多少圈才停下来 还好王宇航身上穿着侯爵旗的铠甲 不然这一下子就已经完蛋了 就算穿着铠甲 王宇航也被震得有些晕头转向 刚从地上爬起来 就看到那团赤影就又扑到了他的面前 再次把他撞飞了出去 王宇航招黑体质 成功将红侠中的小红兽引了出来 小红兽的接连扑击 让王宇航惨叫连连 虽然小红兽破不开侯爵旗的铠甲 但也把他震得不轻 胸口气血翻腾 都快要吐醒 连忙向韩森求助 韩森不再犹豫 绝牙吐靴穿在脚上 身形一闪就已经追上了那只小红兽 手中鬼牙刀带着紫黑的光滑斩了下去 这里没有外人 韩森也不用隐藏什么 直接爆发出了兵机玉谷神光 自觉旗的神光配合鬼牙刀和刀翼 小红兽受此一刀 痛叫一声 凌空转身就扑向了韩森 可是韩森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绝牙吐靴是公爵级的兽魂 能够爆发出公爵级的速度 小红兽也只是一个伯爵级 在速度上比韩森差得太多 韩森身若坏你 手中鬼牙刀随身而动 一刀又一刀斩在小红兽身上 虽然每次都只斩出一道浅浅的伤口 可是次数多了 同样斩得小红兽变体鳞伤 而且伤口血流不止 有紫黑色的烟气从伤口处飘散出来 令伤口慢慢地扩大 小红兽连续受伤 有些支撑不住 转身就想要逃回红侠山谷之内 韩森心中也有些郁闷 他的速度够快 刀也是好刀 可就是本身力量差了一点 自觉疾的神光佩服的绝牙刀 也难以重创伯爵级的小红兽 连续又在小红兽身上斩了几刀 可还是被他逃进了山谷之中 小叔再把他引出来 韩森无奈地退绝 在暗处藏了起来 小叔不情不愿地又跑回了山谷口 这次连机车也没有骑 他那机车等级太低 和伯爵级的一种比拼速度也没啥用 孙子 你跑什么 有种出来再和你王爷爷大战三百回合 王宇航在山口不停地叫哮 可那只小红兽也许是受伤了的缘故 竟然忍住没有出来 王宇航叫了一阵子 嗓子都有点冒烟了 小红兽却还是没有在露面 你到底行不行 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 邪行帝在远处冲着王宇航叫了一声 王宇航顿时硬着脖子叫道 什么叫不行 男子汉大丈夫 我王宇航的字典里就没有不行这两个字 说把王宇航插开双腿往山谷口一站 转身背对着山谷里面 一拉裤子的露出雪白的大屁股 一边拍着屁股一边对里面叫嚣 孙子 有种你就出来和你家王爷爷大战三百回合 否则你儿子就是我生的 王宇航才叫了没几声 就见赤影一声 那只小红兽身上还不停地流着血 竟然就那样不顾一切 愤怒地冲了出来 他的眼神就像王宇航和他有杀父夺妻之恨似的 王宇航连滚带爬 同时把铠甲提上 可是依然晚了一点 被那小红兽养了一口 一下子把屁股养掉了一大块肉 鲜血咕咚咕咚地皱往外冒 我的娘啊 王宇航惨叫着往外爬 好在铠甲已经提上去了 没有再被咬中第二口 可是屁股伤口流出来的血 已经把战群都给染红了 小红兽还不罢休 又尖叫着冲向了王宇航 韩森连忙提着刀杀了出去 速度爆发到了极致 瞬间掠过了上百米的距离 尾牙刀一招犬牙交错斩在了小红兽身上 在小红兽身上撕裂出了一道口子 小红兽的肉体恢复能力看起来不算太强 之前斩出的伤口还在流血 而且伤口扩大了不少 小红兽拼命地想要追杀小叔 又被韩森又斩了几刀 这才恢复了清醒 想要逃回山谷 韩森咬牙狂斩 兵肌玉骨和血脉命神经都已经运转到了极致 全身骨肉如玉 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连斩三刀 韩森突然间感觉身体内的血液好像一下子喷了出来 一股奇异的力量随着喷涌的鲜血涌入了绝牙刀之内 刹那间把绝牙刀染成了血红之色 一血晋升自觉疾 同时韩森的脑海中响起了提示音 令韩森心中一喜 他苦练了那么久 血脉命神经终于也晋升了 被染成血红的鬼牙刀 带着兵机玉骨神光 斩在了小红兽的身上 硬生生把小红兽的骨头斩断 一只爪子被斩了下来 韩森心中痛快 连连挥出 血红的刀影闪破 只见鲜血纷飞 小红兽没有能够冲回山谷 就被韩森一刀斩下了脑袋 系统提示 猎杀伯爵及一种赤霞雕 获得赤霞雕兽魂 发现一种基因 韩森心中一喜 连忙把小红兽提了起来 把他的皮肉抠开 从中找到了一块赤红色的骨头 正是他的一种基因 救命啊 要死人了 王宇航趴在地上悲惨地大叫 他屁股上的伤可不轻 谁让你那么辣 活该 邪情帝一脚踹在王宇航屁股上 让王宇航叫得更加惨烈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 我可是为了大家才这么牺牲的 邪情帝却十分地不信 明明就是你自己想了 小盈盈 帮他治疗一下 韩森走回来 把小盈盈叫了过来 小盈盈瞬间射出两道银色的雷电 瞬间落在了他的屁股上 令王宇航叫得更加惨烈 小盈盈的治疗过程虽然痛苦了一点 不过效果那是当真不错 毕竟已经晋升了子觉疾 治疗效果非常明显 不一会功夫 王宇航的伤口就完全越过 邪情帝画了一些画影进入山谷之中 在山谷里面转了好一会儿 直到他们自动消失 也没有再受到袭击 看来山谷里面应该没有一种 邪情帝收回画本 大步向着山谷中走去 韩森他们也一起进入了山谷 虽然没有再受到袭击 可是红侠太过浓烈 一时间也没有找到什么宝贝 这里的红侠太浓了 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楚 就算有宝贝在脚下也看不到 王宇航有些无奈 实在找不出什么结果 韩森他们只得先离开了山谷 这里面肯定有宝贝 不过怎么找出来 还真是有点麻烦 邪情帝皱眉 韩森正想说什么 却突然看到天空中有一架飞行器穿过云层而来 向着镜湖基地的方向落去 看起来不像是瑞贝特族的飞行器 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日时兴 韩森微微皱眉 叫了王宇航等人一起回基地 看到基地内飞来不明飞行器 韩森当即选择回去 此时镜湖基地外 飞行器缓缓落下 等那飞行器的门打开 只见一个穿着雪白松袍的女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女子生得极其美貌 眉心有一颗红色的痣 头顶却是光滑无误 刻然是一个佛族的女子 在佛族女子的身后 又有一个佛族男人走下来 后来还跟着几个瑞贝特族的人 不与佛女 日时兴穷山恶水没什么好看的 实在不是一个游览的好剧主 为首的一位瑞贝特族男子对那佛族女子说道 佛族女子微微一笑 我和吴花也只是想要见一见刀锋女皇陛下的弟子 并没有打算要游历日时兴 吴花佛子也轻声回道 听说那个叫韩森的金族 刺刀坟心之中带出了一柄王级刀器 而且还炼成了牙刀之锋 不知道是真是假 倒是确有其事 不过他才只是男爵级 因为自制太差 刀锋女皇大人花费了许多的资源 至今也难以让他尽声自觉 恐怕入不得佛女 佛子你们的法眼 叶吴花陈吟回道 无妨 我们也只是心中好奇 想要看看他是怎样的一个生物 不与孝道 两位请 叶吴花在前面引路 到了基地的大门口 叶吴花就对守门人喝道 速去通知你家主人韩森 让他过来迎接 说罢叶吴花又向不语和无花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可是众人才走了几步 却被那龙女厨师给拦了下来 基地重地不得善入 让开 叶吴花冷冷地看了那门卫一眼 就要强行往里面走 龙女厨师二话不说 召唤出一柄巨大的菜刀 对着叶吴花就斩了下去 大胆 区区一个奴仆也敢对我叶吴花动手 叶吴花大怒 一掌拍向菜刀 这要把那门卫振蔽于掌下 叶家对于韩森一向没什么好感 在越之大典时 叶家又成了韩森的陪衬 让叶吴花心中十分不熟 所以才会出手这么重 叶吴花看得出 门卫只是一个男爵 以他自觉急的修为 杀一个男爵还不容易 在手掌与菜刀就要接触到的一刹那 却见那巨大的菜刀 却宛若犹于是的轻盈 从他的手腕上一挪而过 顿时割出了一道口子 虽然伤得不重 可是却让叶吴花满脸痛苦 感觉像是受了骑士大辱一般 堂堂叶和王之子 竟然被一个男爵门卫损伤 传说却实在是太过丢人了 叶吴花身上神光绽放 已然使用了权力 就要把门卫当场格杀 可惜叶吴花却是找错了对象 若是一般的男爵 自然难以抵挡他三拳两掌 当场就能够避雨掌下 可是这个守门之人 却是龙祖女厨师 虽说龙祖女厨师只是一个男爵 可是他活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技法之强却是宗师级的存在 远非叶吴欢这种矛头小子可比 叶吴欢打出一道道 无间不摧的神光掌印 可是龙祖女厨师的身法变幻无穷 用一柄菜刀与他游斗 叶吴欢一时间 竟然奈何不了龙祖女厨师 故与佛女和无花佛子 都看得有些惊讶 一个看门的男爵 竟然能够与叶吴欢缠斗那么整 实在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好奇妙的刀法 似是已经凝聚出了刀意 一个男爵竟然能够 把刀法练到这种地步 实在是难能可贵 无花佛子越看越觉得哑然 叶吴欢的脸都已经 仗成了朱干色 他以自觉之身杀一个守门的男爵 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得手 而且还是在两位佛女 佛子面前 让他感觉面上无光的很 你们在干什么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众人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三男一女 将外一只银色小兽从外面回来 为首一人正是韩森 叶吴欢冷冷地看着韩森 韩森 你这奴仆是怎么教的 竟然敢阻拦几位王子与佛女 佛女 还敢对本王子动手 你若是不会教 我就帮你教一教 韩森认出了叶吴欢 之前月神大典之时 叶吴欢就在其中 龙女 这是怎么回事 韩森走到了龙女身前问道 他们想要硬闯基地 被我拦了下来 龙女回道 干得好 韩森拍了拍龙女的肩膀 随后就走进了基地 陆青城也都跟了进去 叶吴欢等人都有些傻眼了 不知道这算是怎么回事 叶吴欢顿时大怒 韩森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等于不与佛女和无花佛子来见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有没有一点教养 韩森转头看了叶吴欢一眼 这里是日食星 不是叶和王的王宫 谁准你们进入的日食星 我倒要问问叶和王大人 这就是叶家的教养吗 从哪来就立刻回哪去 我给你们两个钟时间 这是给叶和王大人的脸面 两个钟之后 如果你们还没有离开日食星 别怪我韩森不顾情面 执行我日食星的法规 韩森冷冷地丢下一句 就头也不回地进了基地 叶吴欢等人都是一脸的愤怒 想不到韩森竟然会这么不给面子 好好好 我们今天倒要看看 日食星有什么法规 黑牙兄 你觉得呢 叶吴欢脸色铁青 转向一个黑耳大汉问道 黑牙微微点头 似是同意叶吴欢的话 叶吴欢也不傻 且不说不与佛女和无花佛子还在这里 就算是他们这些瑞贝特人 也都是王公贵族 其中还有黑月王之子黑牙 亮那韩森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而且叶吴欢也知道 日食星上面根本没什么真正的强者 最多也就是子觉疾而已 一个黑牙就能够全部解决掉 所以他才会先问黑牙的意见 只是碍于月之侠的法规和刀锋女皇的颜面 他们也不好真的在这里动手 如果韩森先对他们动手 那就怪不得他们了 打死韩森肯定不行 教训教训他还是可以的 既然韩君是不欢迎我们 我们还是回去 不与佛女轻声说道 美目中却略过一丝惊讶之色 这个刀锋女皇的弟子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另类 倒是令他心中的好奇又多了几分 两位不必多虑 一切由我和黑牙负责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等上两课钟 我倒要看看 他韩森能把我们怎么样 叶吴欢冷笑 见叶吴欢这么说 不与佛女和无花佛子对望一眼 便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对于韩森也非常的好奇 想知道韩森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 龙女厨师跟着韩森进了基地 王宇航和邪情弟两个人 一左一右地站在基地大门前 像是哼哈二将似的 笑盈盈地看着叶吴欢他们 秦哥 你觉得这世界上什么饭最难吃 王宇航靠在基地大门旁 突然问邪情弟 什么饭最难吃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自己的话什么都喜欢吃 最喜欢吃甜品还有小吃 什么臭豆腐之类的 我也没问题 邪情弟说道 秦哥呀 你什么都可以喜欢吃 不过我说的这样东西 你肯定也不会喜欢吃 王宇航一本正经地说道 什么 邪情弟很配合地问了一句 闭门庚 秦哥你喜不喜欢吃 王宇航笑嘻嘻地问道 那我可真的不喜欢吃 我相信应该没有谁会喜欢吃吧 邪情弟微笑着说道 那可不一定哦 有些家伙就喜欢吃吃闭门庚 不仅喜欢吃 还吃得非常过瘾 死气白赖脸地上赶着吃 生怕吃不上 王宇航黑笑 眼睛还瞥得叶吴欢一眼 屋里的狗奴才 叶吴欢大怒 这次直接拔剑出来 带起一起金红般的剑光 直接就展向了王宇航的脖子 杀韩森叶吴欢不敢 可是展一个看门的家奴 叶吴欢却不怎么在意 只见一道银银闪过 挡住了叶吴欢的剑光 赫然是一只银色神光凝聚而成的豹子 叶吴欢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不过神色不变 手中之剑如雷光而动 与那荧光豹子站在一起 叶吴欢的剑法确实不错 毕竟是王级强者之子 技法本身都是顶级的 也就是十几剑的功夫 叶吴欢已经斩断了隐隐豹子 那豹子顿时消散于空气之中 再胡说八道 就如同此兽 叶吴欢一脸傲然地盯着王约杭冷声道 你喜欢杀 那就多杀几只吧 斜行帝手指滑动 一只接一只的隐隐豹子 从古书中飞了出去 顿时围住了叶吴欢 叶吴欢杀一个隐隐豹子不难 可是这么多豹子围上来 而且各个都是子爵级的战力 还懂得以阵法配 顿时就有些左右南部 布宇和吴欢看的都有些压阳 这等画影为寿的能力 是十分罕见的能力 很少能够看到 叶吴欢好不容易斩杀了一只隐隐豹子 可是很快就发现 邪情帝又画了一只出来 杀一只就画一只 怎么杀也杀不完 他自己身上倒是被隐隐豹子 抓出了许多的伤痕 虽然都只是皮肉之伤 却也让他脸色很难看 你们还不帮忙 叶吴欢见黑鸭等人都只是看着 顿时有些急了 他一个人再打下去 还真不是那些隐隐豹子的对手 其他几个瑞辈特族正准备要出手 血剑邪情帝古术一和 银色暴影顿时全部消散无踪 王者之后 看来也不过如此 只会以多欺少罢了 叶吴欢大怒 可是又说不出什么话了 一对一的情况 他解决不掉那些隐隐豹子 还真不是邪情帝的对手 其他瑞辈特人心中也都是有些好奇 不知道韩森从哪里找来了这样的家臣 一对一的情况下 叶吴欢这个王者之子也不是对手 而且那样的话语能力也十分罕见 他们以前从未见过 你不是一样以多欺少 有种一对一的决斗 你绝非吴欢子觉得对手 一个瑞辈特男爵对着邪情帝喊道 大概就是说邪情帝仗着那些隐隐豹子 你多欺少 是吗 你确定要一对一 邪情帝似笑非笑地看着叶吴欢说道 目光并没有看那个说话的男爵 是又如何 你敢吗 叶吴欢也是心有不甘 虽然知道这样有些强词夺理 可是却也接了一句 你真的确定 到时候被揍了可不要哭鼻子 邪情帝笑盈盈地看着叶吴欢说道 就怕你连哭都没有机会 叶吴欢冷哼道 那就来吧 我也好久没有活动筋骨 这鬼地方强大的玩意太多 想找个弱的欺负也不容易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邪情帝把古书一收 银色古书顿时化为一件铠甲 覆盖了他的全身 邪情帝活动了一下手脚 叶吴欢哪里听不出邪情帝话中的讽刺之意 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一剑如风 刹那间剑光就已经斩到了邪情帝的面前 他是真的动了杀意 杀韩森不可能 杀一个家臣那却不是什么大事 就算有些麻烦 叶和王也能够帮他摆平 眼看着剑光已经斩到了面前 邪情帝还在活动手腕 还歪了歪脑袋 拉了拉脖子上的筋 直到那剑光已经快要切在他的鼻子上 邪情帝才一拳轰出 银色的拳盲直接把叶吴欢的剑光轰碎 邪情帝雄壮的身体差那间带起一道银芒 如同魔神下满一般 冲到了叶吴欢的面前 一双拳头狂暴的连环轰击而出 一道道狂暴的全盲闪烁 如同暴风骤雨似的狂轰而下 叶吴欢已经没有反攻的能力 只能一件抵挡 似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夜小船 一道道全盲轰在剑上 把那剑轰的颤鸣布置 只听咔嚓一声 那柄剑在邪情帝狂暴的打击之下 硬生生被轰成了碎片 恐怖的全盲如洪水猛兽一般落在了叶吴欢的身上 叶吴欢惨叫着飞了起来 身体在全盲的轰击之下扭曲变形 铠甲都被全盲轰碎 转眼间就铠甲衣衫进尾 众人皆是大惊 谁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堂堂王者之子 在面对一个同阶的门卫之时 竟然根本没有抵抗能力 刹那间就被砸爆了 他们突然发现 放下了那本奇怪古书的邪情帝 比他使用古书的时候还要可怕 几个瑞贝特人心中大惊 连忙都冲了上来 想要救助叶吴欢 只有黑牙站在那里没有动 看来你们还是喜欢裙条吗 邪情帝脸上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身上银色抬甲再次化为古书打开 手指在上面连滑 顿时一个接一个的光影从古书中冲了出来 只是这一次冲出来的银色光影 却不是豹子的形象 而是邪情帝自己的模样 一个个邪情帝化影 同时爆发出恐怖的拳盲 向着那几个瑞贝特族冲了上去 片刻时间 那些瑞贝特王公贵族的后代就都被打倒了一地 一个个被打得一甲破裂 脸都肿成了猪头 倒在地上打着滚的哀嚎 不语 吴花和黑牙都露出金融 一个不知名的子爵 仅凭一己之力 竟然把瑞贝特族这么多的王公贵族之后都给放倒 打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 这也太变态了一点 而这样的家伙 竟然只是韩森的家臣 想想都令人心惊 看来无论是单挑还是群挺 你们都不怎么样 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邪情帝淡淡地说了一句 会回到了大门口 依然像是门卫般站在那里 看也不看叶无欢他们一眼 叶无欢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沾满了血污 脸肿得像包子 眼眶都被捶黑了 恨不能立刻找一个地洞钻下去 若是败给韩森也就罢了 那么多瑞贝特人 竟然被一个子爵级的家臣揍翻了一地 这已经不是丢人那么简单了 连他们父辈的脸面都丢尽 传出去恐怕会成为整个月之侠的效果 更让叶无欢郁闷的是 他们这么狼狈的模样 还被不与佛女和无花佛子看在了眼里 黑牙 你怎么说 叶无欢看向黑牙 他自己是不会再出手了 再出手只会更加丢人 但是黑牙不同 黑牙是黑月王的长子 而且已经是公爵之身 他肯出手的话 整个净灵湖基地的生物加起来 也不是他的对手 我只是来见韩森的刀佩一关 其他的事情都与我无关 黑牙淡淡地说道 叶无欢脸色一点 瞪了黑牙一眼转身就走 他实在没脸再继续待下去 几个王公贵族之后 都爬起来向不与和无花告辞离去 不与佛女和无花佛子 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与黑牙一起站在大门外等待 等了两个钟 终于看到韩森又从基地内走了出来 韩森看了黑牙和两个佛族一眼皱眉道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在下黑月星黑牙 听说你有一柄神异的刀佩 特来借刀佩一关 你若是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黑牙看着韩森说道 你和黑当是什么关系 韩森打量着黑牙问道 黑当是我四弟 黑牙答道 既然是黑当的兄长 请里面坐吧 韩森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黑牙也不客气 在一名凯特族少年的指引下进入了基地 你们两位有何贵干 韩森打量着不与和无花问道 阿弥陀佛 我是来自佛族的无花 这位是不与佛女 我们听说刀锋女皇陛下收了一个天才弟子 我们慕名前来拜会 无花佛子微微行礼道 现在已经拜会过了 两位请好走 在下就不送了 韩森说着转身就回了基地 居士请留步 无花佛子才说了一句 韩森已经把基地大门关上了 不与和无花面面相去 他们也算是见多识果 形形色色各种脾气的生物都见过 像是韩森这样的 他们却还是第一次见 刀锋女皇陛下的这个弟子 还真是有些与众不同 无花哭笑 算了 既然她不肯见我们 我们还是回去了 不与佛女目光中闪过一丝一色 似是做了某种决定 也只好如此 无花微微点头 两人一起离开基地 众与佛女心中却在暗自思索 刀锋女皇绝不会无缘无故 收这么一个弟子 今天来虽然没有机会看出端倪 不过只看她身边的家臣 就已经不同反响 她如此遮遮掩掩掩 内中必有玄机 我得想个办法 把她逼出来才行 韩森回到基地之后 去基地的会议室见了飞牙 不知道阁下为何要看我的刀胚 韩森看着飞牙问道 刀胚不是反物 若非飞牙是飞钢的兄长 就算他是公爵 韩森也不会让她进来 更不会让她看刀胚 黑牙达到 飞家世代铸刀 我得传飞家铸刀术 到如今已经有四五十载 但是直至今日 依然未能铸造出一把王级之刀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好的材料 只有好的材料 才能够铸造出好刀 我听说阁下自刀坟心中 带出的刀胚非同小可 所以希望能够借来一关 如果合适的话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买下刀胚 我并没有打算卖刀胚 而且你也知道刀胚来自于刀坟心 外力不可锻造 韩森回道 刀坟心内的刀器也并非绝对无法铸造 要试过才知道 如果阁下不愿意出售也没有关系 只要那刀胚真的合用 在下愿意免费帮你锻造 一切费用由我自己承担 若是真的铸造出王级刀器 依然归阁下所有 黑牙一脸火热地望着韩森 韩森听黑牙这么说 觉得十分划算 现在刀胚就只是一把刀胚 能够发挥出的力量有限 真的能够铸造成刀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有人免费帮他铸造 而且还是锐贝特族最好的铸刀世家 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整 至于飞牙会不会贪污他的刀胚 这一点根本不用考虑 这是在月之侠 除非飞牙疯了 才会做那种事 怎么看黑牙都不像是一个疯子 所以韩森并不是很担心 当即便想要取出刀胚交给飞牙 却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飞牙看到刀胚的刹那 整个人一下子呆住了 就看到他的眼睛之中 似乎有两团金色的火焰在燃烧 那火焰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可是又确实能够看得到 帝君 韩森立刻就想起来 他在哪里看过这种金色火焰 被他斩杀的太阳金龙幼女 还有那个自称天神的帝君 他们使用的火焰 就和黑牙眼中的火焰很是相似 原本已经要把刀胚递到黑牙手中了 韩森却又把手缩了回来 黑牙却是像着了魔一般 口中喃喃自语 不断捏着刀胚 同时双手向着韩森手里的刀胚抓了过来 竟然是想要硬抢 是那个帝君在捣 韩森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身形飞快后退 黑牙咆哮一声 身上火焰喷发 如同一头远古凶兽般扑向了韩森 口中还大叫着刀胚 只是一刹奈之间 会议室就被黑牙身上的力量炸碎 公爵级的力量恐怖的无法想象 很多人都已经闻声向这边赶过来 韩森大叫一声 都别过来 有多远都走多远 韩森抱着刀胚转身就跑 绝牙吐靴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脚下 速度狂飙到极致 向着基地外冲了出去 黑牙如同一头恶极的野兽 拼命地追赶着韩森 一柄恐怖的大锤被他召唤了出来 一锤砸下去 恐怖的火焰化为一头头火兽冲击而下 把地面炸开了一个大坑 好在绝牙吐靴的速度并不逊色于黑牙 韩森已经冲出了基地之外 但是他也甩不开公爵级的黑牙 黑牙就像是封魔了一般 抓着大锤不断地轰击韩森 恨不能立刻把韩森轰成肉渣 夺走刀胚 地区那个混蛋 真是卑鄙阴险无耻 韩森已经看出黑牙神智混乱 眼中的金色火焰越燃越烈 出手完全肆无忌惮 好在他有绝牙吐靴 否则早就被黑牙给捶成肉渣了 0 帮我联系女皇 韩森边跑边对基地的方向喊了一句 随后全力向着山中跑去 以免黑牙把基地给拆了 韩森甩不开黑牙 只得以洞悬身法闪避黑牙的攻击 一边躲闪一边把黑牙引向红霞山谷那边 韩森自己肯定不是黑牙的对手 只能等依莎来救 可是谁知道依莎要多久才能到达阵 只能先想个办法稳住黑牙 拖延一些时间 免得一不小心中上一锤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公爵级随便一击就能够把他砸得很深邃 黑牙在地区的引诱下 突然暴走 想要抢走韩森的刀胚 韩森为避免牵连无辜 独自将其引走 此时林在听到韩森的吩咐后 连忙联系上了依莎 好在依莎正好有时间 接听到了林的通讯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黑牙竟然敢做这种事 依莎听完了林的讲述之后 顿时皱起了眉心 似乎不大相信黑牙会做出这种事 不过韩森的属下 也没有骗他的可能性 依莎沉吟了刹那 就直接起身破空而去 很快就已经踏足日时星 落在了基地前 韩森和黑牙在哪里 依莎皱眉问了一句 主人被黑牙追杀 向那边逃走了 林指着红峡山谷的方向达到 依莎不敢担恶 身形一闪就已经消失不见 依莎心里面也有些着急 如果林说的都是真的 一个公爵追杀韩森 韩森能够坚持多久不被杀死 真的很难说 也许现在就已经被黑牙砸成肉酱了 依莎意念在山脉之中扫尸 顿时露出一丝惊恶之色 黑牙呢 依莎落在韩森面前 有些疑惑地问道 在那山谷里面 韩森指着红峡山谷 他把黑牙引进了红峡山谷 黑牙在里面迷失了方向 他就趁机摸了出来等依莎 黑牙却还在里面没有出来 依莎有些疑惑地看向红峡山谷 脸色顿时微变 这是赤峡地权 这对你来说不知是福还是活 赤峡地权到底是什么东西 韩森心中一礼 忍不住再次追问 他们在山谷里面搜索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也没有找到红峡的源头 虽然知道里面有好东西 可是找不到也没用 现在听依莎这么一说 好像里面的东西未必就是宝物 还有可能是个祸害 依莎正想说什么 却见黑牙挥舞着大锤 从红峡山谷之中冲了出来 看到韩森之后 立刻就咆哮一声 向着韩森冲了过去 一锤如雷霆般砸了下去 依莎眉头微皱 他也看出黑牙有些不对劲 否则不可能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玉手一挥 顿时一道紫烟斩出 直接把黑牙手中的大锤斩裂成粉末 黑牙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大锤是他的基因武装 被伊莎直接破碎 身体已经受了重创 可是黑牙依然挣扎着起来 想要冲向韩森 真像是着了魔一般 伊莎又是一掌灰出 一道紫烟落在黑牙身上 不过这次并没有把黑牙直接斩杀 只是把他打晕了过去 赤霞地全知识不可让外人知道 等我回来之后再来找你细说 伊莎慎重地叮嘱了韩森两句 抓起昏迷的黑牙直接破空而去 转眼间消失不见 韩森只好先回基地等着 经过黑牙的事 韩森发现自己需要更加小心 地区那个家伙能够利用黑牙来害他 同样就可以利用其他人 这一点不得不防 与神沾边的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那些家伙拥有莫大的神通 可是他们似乎并不能自己直接出手杀人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若是能够明白其中的原因 说不定就有机会杀死地区 韩森暗自思索 等到了傍晚的时候 韩森正准备先回房间休息 刚一转身 却看到伊莎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站在她的背后 把她吓了一跳 女皇大人 你什么时候来 韩森眨了眨眼睛问道 伊莎似笑非笑地看着韩森 本女皇只是想要好好地看看 否则都有些不认得你 女皇大人这是哪里的话 您怎么会不认得您的弟子 韩森笑道 在黑牙公爵的追杀之下 你竟然能够毫发无损地逃那么远 恐怕就是一个侯爵也做不到那种程度 伊莎眯起眼睛看着韩森说道 女皇大人您知道的呀 我有一双能够提升速度的靴子 其他的不行 速度方面却不比公爵差 韩森说着 身形一动 利用爵牙吐靴的速度横移了三米 确实是一件好宝贝 竟然能够让一个男爵拥有公爵的速度 这样的一宝可不多见 对你来说比神器还有用 伊莎看着韩森脚上的爵牙吐靴说道 韩森心中有些坦涉 他害怕伊莎要看绝牙吐靴 那可是兽魂了 他怎么给伊莎看 不是庇护所出来的生物 根本无法使用兽魂 好在伊莎并没有打算要看绝牙吐靴 心中另有所思 只是看了一眼 就转而问道 你可知道赤霞地权是什么 弟子不知 韩森低声说道 伊莎轻叹一声 此处孕育出赤霞地权也不知是福是福 不过对你来说 也算是一个机会 借助着赤霞地权 也许可以令你的咒语基因武装更进一步 晋升至子觉疾 这么说 世侠地权是能够提升力量的宝物了 韩森心中一喜 咒语基因武装的晋升极为困难 几乎全靠外力才能够成长 他自己修炼的话 进展极为缓慢 就算炼上百年 恐怕也难以晋升子觉 倒不是说韩森的资质不好 而是基因物语根本不是给人炼的基因素 韩森能够入门已经是艺术 如果是宝物就好了 伊莎沉吟了一下说道 世侠地权能够形成的原因只有一种 那就是这一片区域曾经有大量的一种死亡 崴葬了大量的一种尸体 经历了上一年甚至更久的岁月 那些一种尸体在地下经历了某种变化 从而演化为一种新的物质 山谷中的赤霞 就是那种新物质散发出来的一种征兆 预示着那种新物质已经演化完成 韩森只是静静地听着 希望伊莎能够快些说下去 这种由一种尸体演化而出的新物质 其实对于贵族没有太大的用逐 但是对于普通生物来说 却是非常珍贵之物 一般生物只要沾染一滴 就有可能会净化为一种 若是一种吞噬了这种新物质 就会加快净化速率 伊莎顿了顿才又说道 不过你的基因武装有些特殊 我想到了一种方法 也许可以让咒语吸收那种新物质 以此促进它的成长 如果赤霞地权的储量足够 也许就可以令它直接晋升子绝集 我要怎么做 韩森连忙问道 咒语晋升太过困难 也是他的心病 有这样的机会 韩森也不想放过 我这里有一门基因秘术 你拿去修炼 等赤霞地权喷出之时 你依靠这门基因秘术 把泉水转化为另一种力量 输送给咒语 到时候就有极大的可能性 令它晋升 不过修炼这门基因秘术十分困难 转化泉水也会非常痛 是不是要这么做 你可以自己决定 伊莎说着把一份资料给了韩森 多谢女皇大人 韩森欣喜地接过了资料 果然看到上面 记载着一门名为阴阳辨的基因术 还有别忘记去交流会 伊莎领走的时候 又专门叮嘱了韩森一句 韩森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只是他对于那个交流会 却没有太大的兴趣 立刻就开始着手研究起阴阳辨 看了一遍之后 心中有些惊讶 这阴阳辨的原因 与大阴阳磁力炮十分近似 只是发展的方向不一样 大阴阳磁力炮注重阴阳尽力的 转换和力量的运用 而阴阳辨则是纯粹地将力量进化转化 有大阴阳磁力炮作为基础 很容易就上手阴阳辨 会能让韩森更好吸收赤霞地权的能量 伊莎给了韩森一门阴阳辨的基因素 让他好好修炼 韩森正打算回自己房间好好研究 王宇航却找上门 一脸暧昧地看着韩森 有个瑞贝特族少女来找你 我在这里好像不认识什么瑞贝特族的少女 韩森微微皱眉 还装 人家都说了 你是他老师 关系还非常亲密 还手把手地交过他刀法 王宇航一脸坏笑 这可真没有 韩森有些郁闷 想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想起到底是谁 已被哪个瑞贝特族的女人交过 王宇航一脸猥琐暧昧的表情 刀锋女王 还能是谁 韩森说了一句 人就走了出去 他想不起来到底是谁 只能出去看看 来到会客厅 一个十四五岁的瑞贝特族少女站在那里 看到这个瑞贝特族少女 韩森就想到了王蒙蒙 他们虽然不是同族 不过气质非常相似 妹子 我好像不认识你 韩森看着少女问道 师父在上 请受弟子清离一拜 那少女却是单膝 拜在了韩森面前 行了瑞贝特族的拜师大人 这什么跟什么 你谁啊 韩森正正地看着少女 我叫清离 是刘花王的女人 从小就崇拜刀锋女皇陛下 想要拜女皇陛下当老师 可是刀锋女皇陛下不肯收我 只好推而求其次 拜您当我的老师 那我就是女皇陛下的徒孙了 清离一脸得意 我也没有打算要收你弟子 韩森连忙拒绝 他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 哪有时间收什么弟子 更何况清离是刘花王的女 刘花王和依莎是同辈人物 清离拜他当弟子 那刘花王不是比依莎低了一倍 就算韩森肯收 刘花王也绝对不会同意 已经晚了 拜师大理我都已经行过了 反正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与皇陛下就是我的师子 清离一脸得意 韩森也不生气 清离啊 你要真想拜我当老师 那也不是不可以 不会要通过我的考验才行 像你这样强行拜师是没用的 那你想怎么考验 清离想了想问道 你为什么想要拜在女皇门下 韩森反问道 因为女皇陛下很伟大 而且刀法也是最厉害 练的还是我们瑞贝特族 最厉害的牙刀 我也要像他一样 所以我要拜他当老师 清离理所当然地说道 说道主 你是想要学牙刀对吧 韩森笑着问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我只想跟女皇陛下学 别人教我 我还不稀罕学呢 清离认真的补充了一句 那这样吧 我就测试一下 看你有没有学牙刀的资质 如果有资质的话 我可以收你当弟子 让你成为女皇陛下的徒孙 韩森一脸坏笑 真的 那你快点测试我吧 要怎么测试 清离心酸地问道 我写几个字 你拿回去照着练 如果你能够写得和我一模一样 我就收你这个弟子 韩森说着 从旁边抽出了一块木板 伸出一根手指 在木板上面写了几个字 随后把木板递给了清离 天翼如刀 这是什么意思 清离拿着木板 把上面写的四个字读出来 有些疑惑地看向韩森 这四个字他都认识 字面意思也能够看懂 可是真正的意思如何 清离却是一点也没有看懂 回去慢慢看 看懂了学会了 你也能够写出这样的四个字 我就收你做弟子 韩森倾笑 只要我能够临摹出同样的四个字 你就让我拜你为师 真的就这么简单 清离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韩森问道 只模仿四个字就可以过关 在他看来也太简单了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回去好好练买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你不许求助他人 只能你自己看自己写 如果有其他人帮忙 就算是你输了 韩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这四个字很简单 但是想要模仿出来 却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四个字 暗含了牙刀刀意 笔画都能模仿出来 可是那其中的意境 却是模仿不出来的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清离连忙答应 生怕韩森会反悔 绝不反悔 韩森点点头 清离高高兴兴地 带着木板回家去了 打算好好临摹 写出四个漂漂亮亮的字 拿给韩森看 回到家里之后 清离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 可是临摹韩森的字之后 却怎么也写不下 习惯了 怎么会这样 清离拿着木板仔细研究 发现木板上的字 竟然是在变化 是绝牙之力 清离顿时明白过来 韩森写的这四个字 竟然蕴含着绝牙之力 绝牙之力不断地撕裂木板 才会形成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发现 不仅没有让清离退缩 反而激发了他的好胜心 十天后 那块木板轰然破碎 韩森凝于字中的 绝牙之力和刀意 彻底把木板化为了碎片 四个字也彻底消失不见 清离微微一呆 大概也明白 这应该是韩森给他的实现 不由得有些沮丧 自已苦 可是他却依然没有能够临摹出来 这次的测试明显是不及格 清离 你躲在家里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有见到你 交流会都要开始了 一个女子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红十人已经推开门走了进来 来人名为杜丽舍 是月轮王的女儿 杜丽舍看到到处写满纸的纸张 不由微微一愣 随后拿起一张看了看笑道 你这次进步不行了 你以前好多了 是不是流花伯伯逼你练的 父亲没有逼我 是我自己要练的 清离摇头 那可真是奇了怪 你竟然会主动练字 这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呀 受啥刺激了 杜丽舍惊讶地看着清离 清离一脸沮丧 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纯拜女皇陛下 想要拜她为师 不过女皇陛下说 我的资质不适合练牙刀 不肯收我做弟子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不能拜女皇陛下为师 我就去拜她的弟子当老师 这样我就是女皇陛下的徒孙了 那和弟子也差不多 堂堂流花王之女 竟然去拜那个韩森当老师 真亏你想得出来 就算你肯拜 她也不敢收你啊 杜丽舍笑道 她倒是没有拒绝我 只是写了四个字让我临摹 说是我临摹的像了 就说我做弟子 清理说道 所以你就躲在家里 练了这么久的字 杜丽舍这才发现 清理所写的全部都是 天意如刀四个字 是啊 可惜练了这么久 还是写不成 清理一脸郁闷 什么字这么难写 拿来我看看 杜丽舍好奇问道 字已经没了 清理把事情说了一遍 还把已经碎掉的木屑 指给杜丽舍看 杜丽舍听完之后 将信将疑地看着清理 真的假的 韩森他自己才练了牙刀多久了 他能够凝出 绝牙之力已经非常惊人 你竟然说他凝聚出了牙刀刀意 而且还能够把绝牙之力 控制到那么精细的地步 实在有些让人难以相信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也不信 可是那木板上的字 是我亲眼看着他写下来 也是我一天天看着字 把木板撕碎 不相信也不行 韩森真的很厉害 不愧是女皇陛下挑选出的弟子 我比他差太多了 清理说道 算了 别想那么多了 交流会快要开始了 我们先去参加交流会吧 杜丽舍毕竟没有亲眼看过那些字 也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拉着清理一起去参加交流会 佛祖和瑞贝特族交流会开始 韩森因依莎特意盯住 也带着王宇航等人来到现场 四人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一边观看节目 一边享受瑞贝特族的异域美食 可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这不是女皇陛下的爱徒韩森吗 怎么你也和我们一样在外场看交流会 语气中多有朝梦之意 韩森他们转头看过去 只见灵桌做了几个异族 年纪都不大 而且都不是瑞贝特族的人 开口说话的是一个牛头人 韩森看了看他们 没有说话 这些家伙和他一样 在月之侠都算是外族 只是依附于瑞贝特族而已 我还以为女皇陛下的弟子 有什么特别待遇呢 原来和我们一样 也不过就是外人而已 没有进月下院的资格 也不能参加交流会 只能在外面看着 就算让他参加交流会又怎样 他和人家交流什么 也不能这么说 可以交流一下运气之类的问题吗 牛头人那一桌子的年轻人 有些肆无忌惮 说话根本没有压低声音 故意让韩森他们听到 韩森微微皱眉 不知道牛头人那些家伙是什么意思 按照道理来说 他们在这里都算是外人 应该算是比较有共鸣才对 怎么这些家伙反而排斥他 还故意找他的麻烦 韩森懒得搭理他们 只当是没有听到他们说话 和顾清成等人自顾自的聊天 牛头人他们见韩森不搭话 似乎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半个小时后 近海王和月轮王连妹而来 宣布交流会正式开始 远来是客 月轮王笑道 阿弥陀佛 那我们就献丑了 近海王目光落在吴花的身上 吴花 一起上台 与诸位好友分享你的修行经验吧 是 皇上 吴花起身先向近海王和月轮王一一行礼 这才走上了交流台 随后对现场的工作人员说道 请帮忙准备一块试金石 第一场就让吴花佛子上场 看来佛族是想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 杜丽社撇了撇嘴 工作人员把一块试金石移到了台上 众人都看着吴花 看他准备表演什么样的基因术 吴花对着台下微微失礼之后说道 在下为大家掩饰的基因术名为拈花指 吴花此言一出 月之侠的诸多王公贵族都有些恶人 拈花指很有名气 但是他的名气是因为这门执法在佛族当中非常普及 几乎每个佛族都会用 而交流会的宗旨是推陈出新 吴花竟然表演拈花指这样的大众货色 不由得让人有些失望 吴花佛子 佛族的拈花指虽然厉害 可是我们都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似乎不用再表演了吧 场下有人不满道 吴花微微一笑 交流会的宗旨是推陈出新 吴花愚笨 没有自创心计的能力 所以只好下一些笨工作 在拈花指的基础上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或许可以拨出君一笑 吴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听吴花这么说 众人也都好奇了起来 阿弥陀佛 吴花宣了一声佛号 便走到了试经石前 也不见他身上有什么威势散发 只是伸出右手拇指 一直按在了试经石的石壁之上 内场和外场的王公贵族都伸长了脖子 想要看一看吴花的拈花指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可是吴花这一指 仅仅只是按进去了一寸多而已 就算是一个普通男爵 也足以做到这种程度 正当众人疑惑不起之时 却见吴花的手指在试经石之上挥散游足 顿时在那试经石上面写下了一个字 众人此时才明白过来 原来吴花要掩饰的 并非是破坏力 而是要以拈花指写字 只是他们还是有些不明白 字写得再好 和拈花指的威力有什么关系 一指破石的力道 男爵都做得到 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技巧 吴花的字一开启 整个人的气势都突然一变 只见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强烈的气势 宛若立于狂风落花中的不动冥王 一指画出 令人感觉似百花凋零 又似枯叶飘落 一叶花开一见面 一个字一个字从吴花指下画出 原本拈花指应该是飘逸灵动的基因术 可是由无花使用出来 却让所人都感觉仿佛置身于百花掉零 无边落幕萧萧下的孤寂景象之中 令人有种心如死灰的恐惧感 与以往所见的年花指决然不同 一些意志力稍差的年轻人 脸色已经变得煞白 仿佛自己变成了行将救墓的老人 又或是即将凋谢的花斗 有种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感觉 就算是月下院的弟子 脸色也都有些难看 好厉害的意境 他年纪轻轻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意境 杜立社脸色有些难看 飞刚冷声说道 佛祖有开治之法 那无花佛子定然是得了王者开治 如果我猜的没错 给他开治的王者 应该是枯荣佛王 月轮王的大女儿瑞贝卡耶顶头 不错 算算时间 枯荣佛王在两年前逝去 那时的无花应该已经可以承受开治 而且枯荣佛王最擅长的便是枯荣之术 这年花指的意境 含有深刻的枯荣之意 想来必然是得自枯荣佛王无疑 两年时间 能够把枯荣佛王留下的意志和经验 领悟到这种程度 这个无花本身也确实厉害 他这不是在作弊吗 他有枯荣佛王的意志和经验 我们却没有 谁能在他这个年纪和爵位 就拥有那样的意境吗 杜立社有些不愤 近海王让无花佛子第一个上台 恐怕也没想着让人把他比下去 这些我们并不擅长 这一场恐怕我们也只能让 瑞贝卡一脸平静 此时无花已经把字写完了 收身后退淡然而立 身上那令人感觉可怕的 估计意境里消丧如踪 那场和外场观看的王公贵族 这才从那意境之中醒悟过来 身上已经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再看试经石上面的那些字 依然还是让人心有余悸 好像有枯萎气息在上面蔓延似的 好厉害的执法意境 这样的意境 我只在少数几位王级强者身上见了 无花佛子小小年纪 竟然能够拥有这般强大的意境 这也太过不可思议了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难道你不知道佛祖有开治之祖 佛王可以把他们的意志和经验灌输给后辈 想来无花佛子就是被佛王开过治 所以才能够拥有这般的意境 佛族的胎治之法实在有些厉害 简直就像是开了挂作弊一般 这么小的年纪就拥有这样的意境 比我们强太多了 每个上族都有各自的好处 我们瑞贝特族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 无必妄自菲薄 话虽然这样说 不过这一场 我们族中应该没有人能够上去和那无花佛子印证了 一般的子爵 哪里来的这般恐怖意境 别说是子爵 就算是伯爵 侯爵 也难有这样的意境 远来是客 让他们一场又如何 王公贵族们议论纷纷 对于佛族的开治之术颇多羡慕 无花佛子低头垂耳 立于台上等待 一般在这个时候 需要有瑞贝特族的弟子上去表示类似的基因术 与无花佛子相互印证 到达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 只是无花佛子这年花纸的意境实在太厉害了 月下院的弟子之中 根本找不出能够与之匹敌之人 因为差得太多 勉强上去只会更加丢人 杜立社等一众瑞贝特族二代精英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见都没有人走出去 心中都是暗叹一声 他们也知道 在这方面 瑞贝特族确实不如佛族 那些字有那么好吗 我怎么觉得韩森写的字比他更好 清离看着世今世上的字 喃喃自语道 清离的一句 我觉得无花佛子这字 写的还没有韩森好 被月下院弟子听了个清楚 不过他们只以为清离是说韩森的字好 一个月下院的弟子提醒道 清离 无花这一首年花指可不止是自豪那么简单 主要是其中的意境厉害 自豪不好只是次要的 清离不以为意 我也是指的意境 无花佛子自中的意境 我觉得是没有韩森自中的意境厉害 众人听了都有些不太相信 除了黑灯之外 他们当中没有人知道韩森有那般恐怖的刀意 瑞贝卡看向清离 清离 你什么时候见过韩森的字 他自中有什么意境 就是前几天才见过 他自中的意境就是牙刀的意境 清离回道 瑞贝卡听了摇头 恐怕不太可能 韩森他才练了多久的牙刀 而且他还只是一个男爵 别说他现在不太可能凝聚出刀意 就算能够凝聚出刀意 也不可能媲美无花的拈花指意境 毕竟那是拥有亡极意志和经验的情况下 才能够演化出的意境 韩森他又不是佛祖 一个男爵怎么可能拥有那样的刀意 话是这样说没错 可是我总感觉韩森客字中的意境 比无花的更高 清离毕竟修为还低 他也只是感觉而已 不敢那么肯定 韩森和顾清成他们也在看无花的客字 顾清成有些惊讶 这小和尚的意境还不错吗 顾清成这话说得很自然 在他看来 无花的意境确实只能算是不错而已 纯粹的力量上来说 庇护所内的生物比基因大宇宙差很多 但是论意境和对武道的理解 庇护所和基因大宇宙却没有高下之别 还不错 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 无花的意境只是还不错 那什么才算是好呢 灵珠的牛头人有些嘲讽 顾清成显然没有和一头牛谈论武道的性质 根本连里都不理牛头人 韩森看了无花的表演 却是心中微微一正 他在看无量经的时候 就感觉佛族的基因术有点奇怪 如今看到无花的掩饰 顿时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感觉奇怪了 从一佛王到无花 他们使用的力量虽然都有些不一样 可是那种感觉却让韩森有些熟悉 让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家 韩森把自己的意念沉入魂海之内 在虚空之中有一座古塔玄灵 塔的匾额上面写有天命二字 韩森立刻就看到了被困在天命塔顶层的 铠甲人和骨魔 自从骨魔被韩森收入了天命塔 铠甲人就恨不能把骨魔扒皮抽住食肉 可惜他们分别被囚禁着 铠甲人根本碰不到骨魔 只是整天对着骨魔咆哮叫骂 骨魔被困了那么久 却是一点也不担心的样子 每日盘膝打坐 如同入定的老僧一般 对于铠甲人的咆哮叫骂完全不理会 开始一段时间 韩森还经常观察骨魔 后来发现这家伙 简直就像是做了死缠一般 这么多年连动也不动 后来才渐渐关注的少了 今天看了无花的掩饰 韩森终于想到 为什么会有那种奇怪的感觉呢 因为佛族那些家伙给韩森的感觉 竟然与骨魔十分近似 难道骨魔身体中有佛族的基因 韩森暗自猜测 骨魔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睁开眼睛看向韩森 被囚禁了那么多年 他的眼神却依然清澈 似不染一点尘埃的清泉 但是如果看得久了 却会发现清泉好似没有抵一般 深邃如海底深渊 你想知道什么 五魔突然开口 韩森微微一正 心中有些惊讶 五魔这家伙被困在天命塔之中 竟然还能够感知到我在窥视他 真是一个可怕的家伙 韩森并没有回避的打算 意念所化的声音在天命塔之内回答 五魔 你可知道佛族 知道 五魔回答 韩森心中更加讶异 因为他也只是随口那么疑问 五魔才刚刚晋升到连忙 就被他抓进了天命塔 根本不可能到过基因大宇宙 他怎么可能知道佛族的存在 关于佛族 你都知道些什么 韩森继续问道 五魔嘴角露出一母笑语 当年我召唤神明降临 被召唤来那个神 就自称是佛族 韩森这次是真的吃惊了 直到如今他才知道 五魔他们召唤去的竟然是一个佛族 也就是说阿修罗斩杀吞噬的是一个佛族 可是基因大宇宙的佛族 又怎么会被召唤到庇护所去呢 这完全说不通 理论上来讲 佛族根本不可能进入庇护所 更不可能进入联盟以下的庇护所 我所说的是佛族 并不是佛教 韩森确认识的又问了一句 天生无法 头顶身有黑色九智如同戒八 可是你所说的佛族 五魔淡淡地说道 韩森终于肯定 五魔是真的知道佛族的存在 无论他们召唤下去的是不是真的佛族 五魔知道佛族是肯定不会错的 当初你是怎么召唤那个神灵降临第四庇护所 韩森又问道 想知道吗 只要你还我自由 我可以告诉你 你想知道的一切 古魔神色如常 几乎没有一丝变化 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本钱 韩森冷哼 不给我自由 那就务须再问 古魔说着微微闭上了眼睛 似乎又入定了一般 韩森有些无奈 死亡威胁和酷刑他不是没用过 但是对古魔这等人物来说 那些根本都没有用 在他给古魔用刑的时候 古魔竟然还能够入定 论意志力的强大 古魔绝对是魔王级的 就算是基因大宇宙中的王者 也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月轮王扫视众人一圈 突然起身 若是无人上场 与无花佛子印证 这一场就到此结束 他对于月下院的弟子非常了解 也清楚月下院在这方面 没有人能够与无花媲美 所以也不愿意耽误太多的时间 耽误得越久 只会让瑞贝特族和月下院越难堪 月轮王大人 我想推荐一位朋友上台 与无花佛子印证 杜立社突然向着月轮王行李说道 立社 你干什么 立社 你要推荐月下院的哪一位弟子 月轮王也是微微一正 杜立社是他的女 不过他却想不出杜立社要推荐谁 我要推荐的并非月下院弟子 而是刀锋女皇陛下的弟子 月时星的韩森 杜立社笑道 此言一出 原本在外面看戏的韩森顿时一待 月之侠的所有王公贵族也都愣住 谁也想不到 杜立社竟然会推荐韩森 心里也是有些傻眼 拉着杜立社的衣角 立社 你干什么呀 你不是说韩森的字 毕竟比吴花更高嘛 那我就推荐他上场与吴花应激 若是能够赢了吴花 也算是替我们瑞贝特族争一口气 杜立社说道 只是我自己那么觉得 我也不能确定韩森的字 是不是真的比吴花好 清离即到 杜立社神秘一笑 就算韩森输了也没关系 他又不是瑞贝特族 也不是月下院的弟子 输了也不丢我们的人 清离顿时无语了 狠狠地瞪了舍利社一眼 可他要是输了 岂不是丢了女皇陛下的脸面 韩森并未在交流会的名单之中 月伦王大人 在下久闻刀锋女皇陛下弟子之名 若是能够与之相互印证 在下求之不得 吴花佛子微微向月伦王行李说道 自从上次回去之后 就在想着怎么摸清楚韩森的底细 现在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 吴花这个当事人都已经开口 月伦王指的看向韩森问道 韩森 你可愿上台与吴花佛子相互印证 弟子愿意 韩森点头 此言一出 那场外场都是一片哗然 远在刀锋心的依莎 听到韩森答应上台与吴花佛子印证 都是愣了好一会儿 韩森以为依莎让他来 就是为了让他上场印证 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所以才会答应得那么干脆 打算再接再厉 再好好表现一把 让依莎更加看重他这个弟子 以后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在他身上 实际上依莎也确实想让韩森上场 为他争一口气 可是吴花这样的年花纸意境 王极之下基本上很难找出 与之品敌的生物 韩森现在这时候上场却非依莎所愿 既然如此 你这就上台与吴花佛子印证吗 越伦王本来以为是杜力社故意为难韩森 所以才会先问一句 韩森愿不愿意 好给韩森一个台阶下 谁知道韩森竟然真的愿意上台 但越伦王也是微微一正 韩森走上了交流台 来到了世金时前 阿弥陀佛 韩君士 我们又见面了 能与韩君士印证基因术 是吴花的荣幸 吴花汉水 佛子客气 韩森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就走向了世金时 他是懒得与吴花说那么多 布与佛女双目望向韩森 他想要知道 韩森会以怎样的方式与吴花印证 若说韩森拥有比吴花更强的意境 布与佛女自然不信 不过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观察韩森的好机会 所以布与佛女看得很仔细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反倒是月之侠的诸多王公贵族 对于韩森登上交流台有些不满 他一个男爵上去与吴花印证 结果用屁股想都已经知道 还用得着笔吗 就是啊 他又不是月下院的弟子 竟然推荐他上台 不知道杜丽舍是什么意思 故意让韩森上去丢人吗 韩森也是 不行就不行 月轮王大人问他的时候 回答不上台就是了 总比上去之后丢人要好得多 瑞贝卡也是皱眉训斥杜丽舍 你也太胡闹了 韩森虽然不是月下院的弟子 可只要他出战 就是代表我们瑞贝特子 到时候输得太难看 我们一样丢脸 杜丽舍吐了吐舌头 这不能怪我吧 是他自己愿意上去的 不行就说不行嘛 他自己要逞能 怎么能怪我呀 清理却是不这么认为 韩森愿意上去 应该就表示他有信心能因吴花吧 可能他自终的意境 真的比吴花更强也说不定 不可能 瑞贝卡和杜丽舍一口同声说道 他们当然不会相信 韩森能够比吴花那种 开了挂的家伙意境还高 杜丽舍推荐韩森 本身也只是闹着玩 没想着韩森真的能够赢吴花 别说是瑞贝卡和杜丽舍不相信 瑞贝特族的绝大多数 王宫贵族都不相信 其中还包括了 月伦王和依莎这样的存在 韩森自己却未想那么多 他心中早有打算 缓步走到了世金石前 看了一眼吴花在上面写的字 随后就伸出一根手指 画向了世金石的另外半边 韩森站在世金石前 脑子里面闪过许多个念头 吴花的念花指一紧 比不上真正的王者 但是比起一般的年轻贵族 那就强得太多了 牙刀刀意自然比吴花要强很多 可是却不能用 若是把牙刀的刀意全固写出来 迎吴花很容易 可是却会引起依莎的怀疑 自己的剑意也同样不弱 要迎吴花也很容易 可那剑依莎是见过的 把剑依写出来 立刻就会暴露金币的身份 依莎更加不会放过自己 还好之前早有打算 《无量经》之中就有拈花指的记者 虽然没有练过 大概也知道这是一门什么基因术 佛族基本上都会粘花指 就足以说明这并不是一门高深的基因术 无花的粘花指之所以厉害 还是因为有枯容逆境的加持 古魔 如我们刚才所说 现在就让我看看你的能力和诚意吧 韩森意念沉入天命坦之中 对那古魔说道 古魔微微一笑 如你所愿 说吧身充一指凌空而画 古魔这一指画出 竟然就是佛族的粘花指 而且与无花强行融合枯容逆境的粘花指不同 古魔一指出 便如同佛陀粘花 似是世间一切悲欢离合已然在他的指尖之上 古魔指应画出的同时 韩森有种心神相通的感觉 仿佛自己与古魔的意念连成一线 能够感受到他的感受 明悟他的明悟 几乎是与古魔的手指同步 韩森也伸出了手指 按在了试经时之上 一举一动都与古魔臀部 粘花指 韩森用的似乎是粘花指 好像是 他怎么会佛族的粘花指 粘花指倒是不稀奇 在佛族只能算是大众基因术 外传的也不少 外族会粘花指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可是韩森他竟然想要模仿 无花用粘花指写字 那就有些想当然了 一花一夜一世间 韩森却是对于旁人的议论不理会 继续写下去 原本议论纷纷的王公贵族 仔细一看韩森写出的字 却是一刹那间心神震战 冷汗瞬间就湿透了全身 发自内心的感觉恐惧嫉悚 像是中了血一般 动也不敢动 就直愣愣地看着韩森写出来的字 没有无花指一中的无边落幕消消下 也没有枯萎于死亡之意的威胁 可是看到韩森写出的字 所有生物却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 那种恐惧深入心灵的最深处 让人连逃避都不可能 看着那些字 便如看到一尊佛陀拈花布鱼 有种被看穿人心百态的诡异感觉 明明是在微笑 可是那笑容却比魔鬼还要可怕 魔鬼至少还需要去引诱生物堕落 这佛陀却是直视内心深处最阴暗一面 让人无法掩藏自己的内心 仿佛自身最肮脏 最邪恶 最卑微的一面 都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 面对死亡 只要有勇气 还有能够去抗争 哪怕最后失败 也可以平静地闭上眼睛 但是现在他们却感觉 自己在那年花而笑的佛陀面前 连抬头与之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只感觉自己全身都充满了肮脏的罪孽 却又无处躲避 意志力稍差一些的年轻贵族 抱着脑袋闭着眼睛大声尖叫 像是在逃避什么 就是那些宫侯之类的贵族 脸色都是一片煞白 强如叶和王 看了韩森的字 脸色也越来越凝重 包括静海佛王在内 一众佛子佛女早就已经目瞪口呆 心神阵战的难以言语 一个年轻的贵族拔刀刺向自己的心脏 竟然是承受不住那种心理压力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阿弥陀佛 韩局势请不要再写下去 这一场是无花书了 静海佛王突然开口一声佛号 把诸多陷入年花意境中的王公贵族都惊醒过来